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到Bankside Garden 看一個兩房的示範單位 看一看整個Layout 以及收樓標準是怎樣的 首先一進來 這裡做了一個Utility Area 每一個單位都會有自己的Utility Room 當然大小就視乎你選擇的Layout 基本上所有的Router 水電錶 電鍵 以及HRU Unit 即是火熱水的Unit 都會放在這裡 很多時候洗衣機和乾衣機都會放在這裡 這次這個房子已經有高速Wi-Fi 亦安裝了OpenReach 所以到時Wi-Fi使用OpenReach 就連安裝都不用做 一進來打電話就可以用到Wi-Fi 講一講地板的配置 其實你見到今次的客廳 走廊會用這隻木的顏色的毛縫地板 如果是睡房的話 就會用回地毯 今次這個是一個700多呎的兩房單位 睡房的尺寸 全部都可以放到雙人床 放到一個大的衣櫃 有部份單位可以放到一個小小的小小小 每一間房都已經做了一個電視位給你 所以如果你想安裝電視位 都沒有問題 主人房來講 就做了一個FIT-UP WARDROP 所以自己不需要再去安裝一個新的WARDROP 當然亦都做到上頂 所以有時候手袋 可以放在上面 下面這個就做了一些掛衣的位置 採光都不錯 這個窗就是這隻推開的 也開得很大 而且就算你關了 這裡也有一個Ventilation位 可以儘管你有足夠透氣的空間 主人房的話 絕大部份都會有自己的ENSUITE BATHROOM 很多時候浴缸都會放在FAMILY BATHROOM 但今次這個設計 就將浴缸放在主人房的ENSUITE 如果自己回到家 就可以用回浴缸了 今次這個浴缸都有少少的深思 以前很多時候我們的按鈕 都會放在BASSER下面 但今次這個按鈕 就會放在這裡 所以每次你去開水 都一定要弄濕一隻手 這裏就可以在這裏控制 你會看到 浴缸 浴缸 鏡櫃 以及下面的儲物櫃 全部都會弄好給你 鏡櫃都做得很大 所以就算是化妝品 護膚品 鬚跑等等 全部都夠放 這裏當然會放香氛 也做下電製 HIIT notably approved 如果需要製造 因為下面很多時候都是熱水管 所以要蓋上地板去製造 所以長遠來說 Maintenance是Radiator簡單一點的 這次會用普通Radiator的設計 我們來看看第二層 這次示範單位的第二層 其實尺寸跟Master層差不多 所以你會見到 一進來 除了放了一個雙人床 兩邊床頭櫃之外 旁邊剛好可以放到雙門衣櫃 如果給了我 我可能會弄一個小小的床頭櫃 或是過了床頭櫃 然後放雙門衣櫃 這次單位是一個向南的單位 示範單位是望草地景 其實都頗舒服頗寫意 但如果你說新一期 有部分的湖邊單位 看出去就是一個很大的人工湖 以及一堆像迪士尼那樣的床頭櫃 景觀是非常美 我們來看看Family Bathroom 由於這次浴缸放在Master層內 所以Family Bathroom會用上洗澡 你看到這裡除了有棋缸之外 當然都做了一樣的 做了處物空間 這裡亦都可以擺東西 這一個Bathroom 即是Show Flat這一個Late Out Bathroom其實都頗大 所以你看到空間相當之闊落 我色系都會用上木系的顏色 配上少許灰色的磚 如果是留花期比較長的朋友 可以問同事 看看可不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當然配備了一個熱烈的Tower Rail 平時都可以掛毛巾 還有冬天都可以做一個發熱的作用 Bengsar Garden裏面 無論是一房或兩房的單位 Late Out全部都是四四方方式正正的 今次這個Show Flat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你見到客廳、飯廳和廚房 剛剛好是一個長方形 所以如果你是入口時開了窗簾 光能夠透到廚房這邊 我們先來看看廚房的配置 今次Show Flat是一個L型的廚房 當然所有陷入式家電 全部都已經配備了 今次包括無論是一房或兩房 都會是一個全大小的廚房 今次雪櫃和Freezer 還有洗碗碟機 會用Bico的品牌 四頭煮食爐 以及焗爐會用Bosch 配備了一個Smack的汽油燕機 在台面方面 今次用Style Stone的台面石 還有後面這裏也製造了玻璃面 所以如果你說煮食 特別是我們香港人 如果怕油膩到周圍都一樣 這個就非常容易清潔 而且你看到這隻煮食爐 不是用Touch Screen Touch Screen有時很麻煩 因為你的手濕 你會看到下面這些所有廚櫃位置 例如很多時候這些 清潔邊都已經做好了 這些全部organizer位置 廚櫃位置 全部間隔都整好 今次洗手盆 你會看到它是中陷入式的設計 其實有部份洗手盆會凸出來的旁邊 然後旁邊再包膠 那些長遠來說 會怕膠會脫掉 會變黑 那些就比較麻煩 這隻含入式 其實會比較漂亮 長遠來說 也不用擔心清潔方面會有麻煩 當然洗手盆旁邊 亦都有一個Full Size的Ditch Washer 都是用Bico這個品牌 在英國的Ditch Washer 都用得很密 而且在用水方面 其實很多時候跟自己洗都差不多 這個 兩房單位的廚房空間 都已經非常足夠了 看到Kitchen和Living Area 中間就剛好有一個Dining Area 今次發展商在SoFar 用了一個圓桌 有部份人可能剛做過四人的飯桌 你看到空間都剛好 旁邊是一個非常闊落的客廳 做了一個很大的L型梳化 這裏電視櫃就算做深一點 空間都非常足夠 今次Bankside Garden 基本上所有單位都會有自己的露台 有部份的兩房單位 設成一條長型的大露台 好像今次這個示範單位 就可以看到到時的窗是怎樣 這個我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窗是做得非常非常大的 很多時候如果你是房間的話 它只做到可能這裏三分之二窗的尺寸 但是這個採光度 比起其他的開展 是相對優勝一點的 這個是非常之不錯 當然它亦都是一個 雙層玻璃的雙層玻璃 在隔音和補暖方面都比較優勝 今次Bankside Garden 除了室內配置之外 其實它都有幾個優勝之處 其中一件事就是包括 每一個單位都會配備自己的車位 無論一房和兩房單位 都一定會有自己的車位 所以如果你說常常都要往返 其他地區的人士 就不需要擔心租車位的問題 已經包含了 而且在會所設施方面 它亦都有自己的24小時concierge 會有CML room 會有co-working space 亦都有自己的gym 所以如果你是間中 都要work from home的人士 就不需要擔心 可能還要出去租一個co-working space 在樓下就可以有了 很適合一些young professional去居住 另外其實一到樓下 除了已經有一個很大的人工湖之外 亦都有一個很大的landscape garden 所以在樓下已經有公園 亦有green space 好 大家現在看到 左邊這個就是green park station 都做得七七八八的了 前面我們看到已經是整好的這一棟 整成的 balcony 左邊這個就是number one 現時我們賣的是最右手邊的 前面圓陸陸這棟number three 還有它後面四四方方那棟number seven 基本上它們看出去 就會是全湖景 然後然後就是對面這一棟low rise townhouses 就是green park village 那棟townhouses 好 我們一齊來看一看 Bangside garden的模型 Bangside garden 總共有七個block 加上461個單位 全部都是mid to low rise的建築 我們先看看它的交通配套 其實在這個屋苑樓下 旁邊這裏就是即將在2022年年底 會通車的green park station 到時這裏通了車之後 其實在這裏任何一個block 走兩至三分鐘之後 去到這裏搭6分鐘火車 就可以回到redding市中心 這裏外面亦會有transport interchange 所以到時如果說巴士那些 都會在這裏有巴士站 出回市中心會非常之方便 在這七個block裏面 其實number one就已經賣光了 number six也都賣得七七八八 現時在launch中的 就是number three和number seven 亦都是在整個phase內 景觀最美的其中兩棟 可以見到這裏向東 其實這裏向東的單位 就是全部看著湖景 對面全部都是townhouses 所以到時看著外面 就有點像看著迪士尼小鎮大街 那一種感覺 而且因為全部都是low rise 可以說是全無遮擋 是非常之開揚的單位 number seven 所有看到湖景的單位 全部都是兩房 如果一房的話 就會看回內圓的單位 而number three 如果你想選擇一些一房 又可以看到湖景的單位 這裏有一層是一房 只有幾間 所以如果又要買一房 又要買湖景單位 千萬不要錯過 立即跟我們聯絡 另外在座向方面 看到這邊是向東 這邊是向南 如果看回內圓這邊 就會向西 所以有部份 例如前面這些單位 由早上到中午到下 即是傍晚時份 都會相對是光亮一點 這裏除了樓下就是湖之外 亦都有一個挺大的landscape garden 當然亦都有它自己的24小時 concierge gym sinner room 以及co-working space 現時一房的單位 由465呎起 由31萬英鎊起 如果是兩房的單位 就600多呎到900多呎不等 起步價由40多萬英鎊起 每個單位都會配置 起碼有一個車位